我曾撞见过母亲的丫鬟侍寝 可杖里摇晃出来的 分明是两个女人的暧昧声音 我一头雾水时 父亲踢开房门 我府里岂是你们行河污秽式的地方 杖沙被大怒的父亲一把扯开 混乱的入单衣物中 是不着寸缕的母亲和丫鬟 第二天 母亲死了 押唤唐叶同管全家 我去父亲房里理论 却又撞见唐叶事情 我认得搭在床榻边的那件赤色肚兜 是母亲的 别人都说是唐叶害死了母亲 我却不知道该不该恨她 那晚 我只是路过 听到声音不对 便扒了会儿窗户 父亲带人前来捉奸 我趁乱回了卧房 并没被人发现 等人进屋后 我又悄悄溜了回去 我靠在墙根 盯着比月亮更亮的主屋 盘算着若是父亲要重罚母亲 我就立刻冲进去求情 可一个时辰过去了 屋里竟连人声都听不到 在我眼皮快撑不住的时候 有人出来了 父亲带的小丝 管院子的徐妈妈 还有几个女士 夜深了 院子里没主人 又看了个大热闹 几个小丝压身讨论起来 我打起精神 侧头想听得更仔细 好歹让夫人跟唐叶把袍子披一件 也算是体面点 唐叶可是夫人 从娘家带来的贴身丫鬟 哎 你们说 他们魔镜有多久了 这跟男人偷是戴绿 跟女人呢 戴红 几人小声哄笑起来 谁给你们的胆子 如此议论主家事 徐妈妈声音不大不小 但足以正常 都回自己房里去 这是要是飘出了这个院子 就都把舌头剁了为来福 来福是母亲养的田园犬 几人撇着嘴离开了院子 徐妈妈却没走 而是朝我走过来 我起身时一晃 蹲了这么久 难免腿麻 徐妈妈 我 我知道小姐是担心夫人 但这是 哎 小姐听话 先回房就寝吧 我正开她掺着我的手臂 试着缓和腿脚 不行 不行 除了我 没人能给母亲说情了 我要 砰的一声 屋门被撞开 是母亲 我当时想不到 接下来这半分钟 会让我梦魇半生 母亲只披了一床戎背 披头散发 壮若巅峰 平日里 神府夫人的端庄 荡然无存 我想上前去 可腿脚发软 一着急 竟跌坐在地上 母亲 母亲裹着被子 赤脚亮亮 呛呛 奔到水井边 月光下 她轻声哼着小调 秀呀秀上那连开海里 恨呀恨那病地难久 我心急如焚 手脚并用 朝着她去 徐妈妈 却在一旁 垂手站立 福都不福我一把 扑通一声 母亲跃入井内 我没能抓住母亲 连她身上的被子 都没有抓住 来人 来人 救人哪 我哭喊着 拼命往井下 伸着胳膊 唐叶站在门槛之内 静静望过来 父亲不知在何处 此时我叫天不应 叫地不语 很快 水下地挣扎在 我的眼泪中演戏 模糊的意识里 有人将快要晕厥地 我带回房里 梦中昏沉 我听见小调的下一句 哎呦我的小妹妹呀 你们快些走 第二天 唐叶执掌中愧 同管全家 父亲给的权利 第一件吩咐便是 风景 我抓着给我报信的侍女 问 那母亲呢 夫人 还在井底 父亲在哪 主君线下 应该在书房 我起身便往外走 侍女急忙拦我 小姐冷静 主君怒气未消 怕是会迁怒于小姐啊 我反手 把她按在榻上 片刻后 我一身侍女衣裙 提一篮和叶高 前往书房 书房门口有小厮把守 我稍微欠身 我来给主君送糕点 主君有吩咐 闲杂人等不可入内 果然不认识我 我猜准了 父亲已经把知道此事的随从全部处置 换了一批新人 我陪着笑 往他们手里 塞了几两碎银 还望哥哥们高抬跪手 放小妹进去吧 其中一人打量我 跟旁边人说着 反正 里头有个丫鬟在 再进去一个也无妨 意思是 唐叶也在书房内 去吧 我欠身谢过他们 抬脚踏进屋内 只是没想到 拔步床正枝呀摇晃 而床头搭着的 分明是母亲的赤色肚兜 我钻拳而立 父亲低沉微喘的声音 钻入我耳朵 没想到 这病地连滋味如此之好啊 唐叶的清笑声 灵动如狼前清风 撩过风铃 那当然了 主君 现在还有小贼 在偷看咱们呢 我心下一惊 环顾四周 似乎无处可藏 哗啦一声 帐帘被父亲撩开 空无一人 哪有的小贼 而此刻 我躲在床尾 唐叶正通过帐帘的缝隙 与我对视 漆黑的瞳孔 让人忘不到底 两个人视线中间 是父亲的脊背 只要他再回一点点头 便会发现我 偷看父亲行床子之事 从轻处置 也要打断条腿了 唐叶却盯着我 一手把父亲的头摁在颈窝处 语调柔软道 这不是为了添些刺激吗 喜欢吗 主君 父亲闷笑着说 喜欢 喜欢 唐叶看着我 红唇微起 对我比了个口形 滚 然后脚腕一翻 又合起了丈脸 回到卧房 我把侍女身上的绳子解开 荷叶高摆在桌上 我提的石盒里 是一把踢骨刀 心里一团乱麻 唐叶发现了我 又救了我 她与母亲 究竟是什么关系 侍女竹云 刚才被我绑了一阵 手腕红红的 你有察觉吗 小姐您指什么 母亲和唐叶的事 回小姐 小姐出生后 夫人就派我来伺候小姐了 夫人房里的事 竹云并不清楚 她行至我身侧 在我耳边低语 以前夫人在规格里的事 竹云略 不知对小姐是否有用 我拉她坐下 你且说 母亲是首边大将军 傅须章的独女 傅昭瑜 傅夫人早逝 傅昭瑜的童年 几乎完全在边关的 大漠孤烟中度过 那时候 唐叶便跟着她 两个花骨朵般的小姑娘 跟着军队训练习武 小拳头挥得生风 军中人尝夸 英姿飒爽 颇有将门之风 傅须章指着一个女儿 宝贝的锦 奈何傅昭瑜 性子太野 什么都敢示 谁都看管不住 软磨硬泡下 傅将军终于同意 让她随军送物资回洛城 而就是这次 陆玉山匪偷袭 兵力不敌 二人被掳走 深夜 贼人欲包去小姐衣物之时 唐叶用藏在身后的踢骨刀 削掉了自己一半手腕 挣脱铁链 一刀刺进对方喉咙 两人浴血一露 杀红了眼 总算借着黑夜掩护逃了出来 自此 傅将军便再也不肯让女儿提刀握剑 说什么也要她留在洛城 一晃八年过去 年龄大了 傅将军有心在城中 给她物色一个好夫婿 洛城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很快便选定了一个年轻人 也就是我的父亲 沈凤潮 那时的沈凤潮 已官至太仆四卿 为人端正 名声在外 且她父母早逝 想来不必担心受公婆的委屈 傅将军虽然十分满意 但也没急着说亲 先问了女儿的意愿 如她所料 女儿十分抗拒 留下一句 困于后院 倒不如云游四方 就离家独去 出走不过一个月 再回到家时却说 非沈凤潮不嫁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只有母亲自己知道 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竹云和唐叶 都是母亲从娘家 带过来的陪嫁丫鬟 竹云说 出嫁前一周 从没碰过女工的傅大小姐 捏着针绣了一宿又一宿 最后绣出张莲花帕子 还是竹云帮忙收的针维 成婚日 沈凤潮捧着帕子眼含热泪 当着众人发誓 永不内窃 只愿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母亲还有一条 一模一样的帕子 竹云亲手碰过 她说那帕子的材质十分特殊 光泽也与普通手帕不同 只可惜 她再也没有见过了 傅大小姐成了沈夫人以后 虽不似从前自由 但也安稳幸福 沈凤潮如她所说 从未内窃 只是每晚就寝 母亲都会将其他下人赶出去 独留唐叶在屋内 一年后 我出生了 竹云便被指来服侍我 母亲的贴身丫鬟 只剩唐叶一个 竹云说着抹了抹眼泪 这么些年 即便是关系亲密点 瞧着也不过是主仆情深 谁也没想到 竟真行了魔镜之事 还被主君抓个正着 夫人是最体贴人的了 当时听说我怕狗叫 特意养了只哑巴狗 谁家的主子 能坐到这份上呀 来福确实是只不会叫的狗 小时候 我曾问过徐妈妈 来福为什么不叫 当时他笑着告诉我 人有舌头不一定会乱说 狗有舌头一定会乱叫 竹云像是动了情 泪珠断了现世的落 引得我也眼眶发酸 母亲投井后 我甚至没像竹云这样哭过 我只觉得整件事处处诡异 不能接受 难道母亲就这样 不明不白地死了 唐叶和父亲又是怎么回事 现在对我来说 真相抬在眼泪之前 至少我要先给母亲讨一个公道 竹云 你说的那帕子 是不是并递莲花图样 闻眼 竹云眼睛一亮 点头回忆起来 赤色的摸起来轻盈柔滑 轻软微凉如水波一般 难道小姐见过 我没说话 转身往书房方向走 书房门口没人把手 也没有上锁 说明里面有人 而且父亲已经走了 谨慎起见 我选择从窗户摸进去 可一只手还没撑上窗台 我就跟唐叶打了个照面 你又来干什么 这么喜欢我 我只觉得你恶心 闻眼 唐叶盯了我一会儿 眼波平静 滚开 我要关窗了 我拦住他的手 你在附近书房干什么 借着拉拽他的力 我身子能在网里探些 看到书案上几册书卷摊开 我讥讽道 总不能是来读书的吧 郑狱发力翻进书房 胳膊呼得被人拽住 回头看 是急匆匆的竹云 小姐 主君 主君正找您呢 找我何事 我心下猜测 现在找我 不过是因为母亲的死 要么关心体恤我丧母之痛 要么迁怒于我 寻我问罪 说是要去将军府 一刻后出发 小姐您快些准备吧 竹云看我还穿着侍女衫裙 急得快跺脚了 走 我收回身子 退出窗口 啪的一声 身后的窗子合上了 竹云拉着我好一通收拾 还便叮嘱我 见到了主君不要冲动 要给自己留余地 可我连父亲的面都没见着 他并没与我同乘一辆马车 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将军府 以前母亲常带我来探望外祖父 我对将军府的布局也算是熟悉 父亲在会客厅等了一会儿 便有人引他进了主屋 我边等边跟女士搭话 却听到了一个让我更加崩溃的消息 父老将军战中重伤 最后吊着一口气 想要见见女儿 来将军府前 我已经打好了副稿 想着有外祖父给母亲撑腰 并能把事情查个明白 给母亲一个好归宿 可最终却是给遍体鳞伤的老将军 带来与独女天人两格的消息 添一份肝肠寸断 我不顾下室的祖兰冲进屋里 外祖父躺在榻上 正拉着父亲的手 泪流满面 凤巢啊 朝雨走了 算我这把老骨头求你 一定要把鱼儿照顾好 鱼儿 你也来了 外祖父 鱼儿来了 鱼儿没用 没能救下母亲 见到外祖父 积攒的悲痛愤懑 像是突然有了涌泻的出口 我再也忍不住 任凭眼泪一颗颗砸在手背上 鱼儿 不哭 不哭啊 外祖父也是 在我的眼泪里离开的 我想 是不是我哭来了晦气 哭走了他们 我伸手抹眼泪 却把眼前越抹越模糊 父亲在院里 走动着 帮忙料理后事 老爷子留了遗言 丧葬从简 只要亲人吊咽 他的亲人 只有女婿和外孙女 慌忙了几天后 突然没征兆地下起雨来 雨水踩着桑树叶 一级一级往下跳 让人想起清官的一曲扬琴 父亲正务繁忙 守孝不过几天就离开了 临走前 父亲对我说 鱼儿 切勿悲欺过度 脱效后尽快回复 我点头 沉默目送她离开 转身回到院内 身旁的女婿为我撑伞 一路无言 哎 小姐小心 我突然停住 女婿没反应过来 差点离了我一身 小姐 怎么了 你刚刚 看没看到有人没 女婿环望四周 茫然摇头 我久久定在原地 脑中思绪翻飞 我分明看到了 桑树后面有人 那是最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 女婿举着伞 陪我在院子里找了几圈 一无所获 小姐 是您最近忧思过重了 回房好好休息吧 我随她回房去 心里却觉得 那并不是幻觉 那道身影 太像母亲了 想到这 我又有了另一个猜测 唐叶与母亲身形相似 会不会是她 我立刻派人在各处看守着 一旦看到生人 直接拿人过来见我 将军府的小厮 都训练有素 平日里受父将军照顾 现在也情愿帮衬 附家独留的小外孙女 可一连几天过去 毫无动静 我等了又等 只等到了父亲派人 催我回府的消息 我叫人传话 说我接连打击下 病握不起 需要好生修养一阵 院子里女使们正洒扫 昨夜风雨把桑叶打落了满院 我拾起脚边一片桑叶 与手指向处的一瞬间 桑叶由绿变黑 我想起母亲曾告诉我 满月里抓粥时 我也是抓了桑叶 小手一抓桑叶就变黑 不愧是傅家的女儿 傅家三辈人 都有这个特殊技能 一开始也找了各种郎中来瞧 都说对身体无碍 代代相传 竟成了傅家血脉的独特标志 有人军队里受了罚 也会呲牙咧嘴地 暗骂傅将军守黑 松开手 叶子飘飘悠悠落在地上 小姐 小姐在哪儿 正听混乱的声音传来 我听得出 这是徐妈妈的声音 小姐 可找到你了 主君有令 请小姐立刻回府吧 我把手攥得指节发响 瞧这欢心样子 女儿尚未 坐上当家主母了 堂叶是徐妈妈的女儿 是竹云告诉我的 徐妈妈被我问得一愣 躬身低声解释 是主君在府上宴请贵宾 小姐不到不合礼数啊 我母亲和傅将军尸骨未寒 父亲跟堂叶却在府上大盘艳艳 把酒言欢 线下又要我去酒桌上陪笑不成 徐妈妈回吧 我不会去的 她抿了抿嘴唇 抬手向背后一招呼 先前人手被我派去抓人 我屋子里只剩几个女婿和几个小厮 对面仗着人多来应的 混乱中 我被徐妈妈劈了一掌 塞进了轿子 一进正厅 父亲便笑容满面地来拉我 鱼儿 快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吕伯伯 他长手边关 此次来落成不易 待会好好敬你吕伯伯一杯 我被竹云拉着收拾了一番 发迹紧得头皮发痛 面前此人我认得 说他镇守边关 外祖父就是与他一战 重伤而败 他守的是谁的边关 父亲见我无反应 给我递眼色 我想起了徐妈妈的话 先前他把我打晕 我醒来后要跳马车 他摁住我 道 沈渝 你若是真心疼你母亲和外祖 就安安稳稳吃完今天这顿饭 我还心疼我自己的女儿呢 若是再来一试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糖叶汤 你们傅家和沈家这趟浑水 说到最后 他摁着我的力气越发重了 眼眶也赤红欲低 我整理了下思绪 带上假笑 吕伯伯好 好好 沈千金真是婉约如玉 气若幽兰啊 待沈小姐急急后 我定让我那儿子前来提亲 届时沈大人可要多给几分机会啊 父亲笑意更甚 颇为亲密地揽着他往善厅走去 唐叶已经在此等候了 见人进来忙上前迎接 这位就是沈夫人吧 我紧紧盯着唐叶 她依旧从容又得体 行礼问候 默默呈下这个名头 饭桌上 酒已过三巡 男人们谈天坎地 我食不下咽 唐叶也没怎么用饭 直到侍女上了壶热茶 父亲突然喊我 叫我以茶代酒 敬吕伯伯一杯 唐叶悄悄在桌底 用指甲掐我 眼神示意我快点 我举起茶杯 手腕忍不住发抖 助吕伯伯百战不殆 平安顺遂 好 好啊 哈哈哈哈 翻手一饮而尽 这顿饭看似吃得很融洽 实际上几个人各怀心事 看着几个人 壮似和睦地推杯换盏 醉眼迷离 我身上鸡皮疙瘩 一层一层地起 晚间 我总觉得隐隐头晕 竹云给我端来清爽的驱火汤 我喝完便早早睡下 梦中看见烛火微晃 睁开眼是明亮的杖子 和不知道何时爬上来的糖叶 我吓得一抖 条件反射给了他一脚 你怎么 他险些被我踹下塌去 还调笑道 我怎么 我怎么谁的床都爬是吧 他说着靠近我 我刚要扯开嗓子喊人 他捂着我嘴塞给我什么东西 我低头看几片新鲜桑叶 沉寂片刻 桑叶在我手中竟无任何变化 我听见唐叶长长输出一口气 我拧着没问他 这是何 话未问完 院外传来一阵骚动 别杀我 我不是 啊 唐叶神色一领 从裙子后面摸出把刀给我 随后翻窗而去 拿着 就在这待着别动 敢乱跑 我弄死你 刀上花纹熟悉 是外祖父西凉铁骑的刀纹 窗外短冰相接 混乱不堪 乌 我分辨出 屋里一阵乌叶声 我手握匕首 小心靠近声源 声音是自衣橱发出的 谁在里面 额头渗了一层汗珠 我又把花瓶边的纸虎 拿出来戴上 跳开了衣橱门 光当一声 一个人砸在地上 是竹云 他嘴里塞着快步 乌乌叶叶说不出话 白布被写尽透 我抽出来看 果然如我想的那样 竹云的舌头没了 唐叶弄的 他流泪点头 我解开他手脚 他一边摁摁啊呀 一边比划 你说 去南院吗 竹云泪流满面 重重汗手 那是父亲的院子 我掺起他 趁着声音小些 开门出去 毕竟是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哪里有隐秘的小道 我是清楚的 中间还爬了一段狗洞 我带着竹云到了南院 许事运气耗尽 一把剑贴着我的脖子杀来 一瞬间 两个人扑向我 一个是要拿身体当肉盾的竹云 一个是利落挑破剑光的 本该下了葬的父老将军 外祖父声音中气十足 气势横生 于儿 你父亲沈凤朝 勾结外族谋反 我前来捉拿 拿下沈贼 吕贼 如若反抗 格杀勿论 傅家军冲进院内 竹云甩开我 屋叶着奔向竹屋 我目瞪口呆 大脑一时不能运转 而看到下一幕 我更是直接晕了过去 院角的树枝堆耸动 竟从底下钻出两个人来 一个是唐叶 一个是母亲 番外 傅昭瑜 我的小鱼儿被我吓晕了 说来也是 历经了这些事 若是换成我 我不一定会表现更好 唐叶给小鱼儿额头 换了快尸帕子 他梦里不安稳 眉头紧皱 手指时不时抽动 我轻轻拍着他 就像小时候哄他睡一般 小鱼儿别怕 母亲给你讲故事听 我是首边大将军傅须章的独女 出生就在军帐中 母亲想了个字给我 招 寓意文静高雅 父亲也给我想了个字 鱼 问他什么意思 他笑着说 是好字多一点 可惜好景不长 外族进犯 我才一岁就经历了西凉之战 这几乎是本朝最凶险的一场战役 父亲带兵重伤险胜 自此边境得到了长久的安稳 与此同时 家里添了位新角色 母亲的丫鬟 徐怡生了个女儿 取名唐叶 唐叶父亲随军战死 我母亲连他 把他和我放到一起照顾 我从小性子就野 喜欢舞刀刷枪 常拉着唐叶一起跟军中大哥哥们训练 其实就是七八岁小孩在一边有样学样 别的不说 每次都泪出一身汗 一次晚训结束 我和唐叶呼呼大睡 徐怡泪流满面地来喊我们 说夫人轰了 母亲走的时候没有痛苦 没有症状 军医说是猝死 夜里 我跟唐叶说 我没有母亲了 唐叶用手臂把我圈起来 声音温润到 我会一直在的 月色合着唐叶的目光 柔软地洒下来 敷在心间撕裂的伤口上 润舞无声 那段时间 我从早到晚缠着千夫掌 教我练舞 一刻也不让自己停歇 这样晚上睡得沉 不会梦魇 有时这招也不管用 但每每噩梦惊醒 眼前都是唐叶擒着泪的眼睛 他的小手在我后背上 一下一下拍着 直到我再次睡去 在我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下 武功自然突飞猛进 对驰骋沙场的渴望 愈发浓烈 我开始缠着父亲 让我参与随军行动 磨了许酒 父亲才松口 许我跟着运送物资 而那次运气不好 碰上山匪偷袭 我和唐叶被掳了去 狗一样被铁链拴在山洞里 深夜 有贼人喝了酒饭魂 冲过来要截我的衣袋 我本想猛踢他当下 可唐叶的弯刀已经刺进那人的喉咙 而他另一只手手腕被自己削掉了一半 血流得比面前的死男人还多 我在地上捡了把长刀 挥刀砍下男人两只手 刀刃开得不错 碰巧我又擅长使刀 提着一口气杀出了土匪窝子 见到父亲时 我们俩血染得一样多 身上只有血 没有泪 父亲因这事吓得把我送回洛城 再不准我参与军事 一晃八年过去 这些年 我跟唐叶把洛城玩了个遍 十六岁的春天 我拉他去放风筝 他专心把控高度 我在一旁盯着看 他发丝微乱 侧脸被光线直出一圈毛茸茸的金边 五官依旧轻力可人 一阵风吹来 风正断了线 唐叶回头想告诉我 可我看他入迷 不小心离得太近了 嘴唇相擦而过 脸上迅速升温 春风穿过海棠树 送来了我的爱人 父亲回洛城了 非要给我寻个夫婿 说什么他老了 暂时多变 说不准哪天就护不住我了 我听得心烦 任由他去 一次和唐叶出门买合计的冰糖偶 遇到一个奇怪的人 他说他叫沈凤潮 上来就直勾勾盯着问唐叶 有没有见过他的帕子 然后一番形容 什么赤色的丝滑的莲花图样的 我不高兴 上前去把唐叶挡在身后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 起开 别挡本小姐的路 唐叶在后面偷笑 很快 我们跟这个男人又见面了 父亲请他来府上吃饭 说什么感谢 他对军中物资的支持 实则是让我看看 给我挑的夫婿 这回轮到唐叶不高兴了 站在旁边一刻不停地 给沈凤潮倒酒 送走客人后 父亲来找我 问我意下如何 我吹胡子瞪眼道 意下不如何 让我困于后院宅斗 还不如现在去云游四方 渐渐锦绣河山 我自诩坦率直爽 在这一刻却觉羞愧 我的一中人就垂手立于我身侧 我嘴里却说什么云游四方 有传话的来 说沈大人想请小姐去沈府吃个便饭 父亲看看 我又看看那人 欲言又止 唐叶掀开了口 我家小姐明日起 出落城游历天下 还请你告知沈大人 这 底下人一脸为难 一个丫鬟发话 算是怎么回事 父亲叹口气 白白手道 就这样 去吧 晚上与唐叶共枕躺在榻上 手指无聊的圈 他的头发完 你跟我一起去吧 唐叶摇摇头 闷声闷气道 我不去 生气了 没有 我以后不会让父亲给我挑姻缘了 第一 我生气不是因为 还说没生气 就算现在煤烛火看不清 我也能猜到他被我噎得气鼓鼓的样子 我把他揉进怀里 我知道你是替我想 我先走 过段时间你再来找我 不会有人怀疑我们的 唐叶点点头 毛茸茸的发顶蹭在我颈尖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没有在旅行途中遇到那个人 那后面的事是不是也不会发展成那样 那天 我路过一个院子 想着进去讨口水喝 谁知我才刚进门 屋主人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人 真是上天有眼 只我报恩无门 赐福于我 我很茫然 这些年 我就过的人不少 大多数都没记住脸 他留我吃饭 切了腊肉 还现杀了只鸡盾 听他讲 我才想起来这回事 他是在当年剿匪时获救的 贼人抢杀了他媳妇孩子 他灌了一壶酒 独自上山报仇 他本想着 这趟多半是有去无回 能拉几个垫背 也是好的 没想到我就那样杀出来 红着双眼 从身后一刀砍死了他的仇人 出来跟父亲会合后 我跟父亲随口提了一句 寨子柴房里还有人 事后审了审放走的人中 有他一个 能再相遇是缘分 我与他举杯 他的屋子不大 一眼就能望到头 橱柜上搭着一块赤红色帕子 我越看越觉得熟 猛然想起 这不是那沈凤朝寻的帕子吗 陶大哥 那是你媳妇的 他一下子仗红了脸 不是 不是 将军当年剿匪后 我就独身在这安了家 一天遇到一个柔然女人 说也是被放出来的 问我能不能借助 我同意了 可没几年 他就死了 临死前说 如果他儿子来找他 就把这张帕子给他 我越听越奇怪 问道 那他儿子呢 去洛城了 他总说他儿子有能耐 等那老头子死了 肯定能带他回家乡 那老头子是何人 这我就不知道了 他疯疯癫癫的 喝了酒就拉着我说什么桑叶毒 是他独门首益 中毒者能使桑叶变色 毒发暴毙而亡 还说解法 除了他们母子二人 没人知道 真是扯淡 姑娘你认识他儿子 我点点头 能把那帕子给我看看吗 他立刻拿给我 手上触感 与沈凤潮形容的 基本没差 只是并不特别轻盈 我妈撒几下 拿佩刀划开 里面果然加了东西 一张写满柔然字的薄纱 我从小在边关长大 自然识的 看完内容 我心惊肉跳 报灭族之仇 雪破土之恨 跟我猜测的一致 那柔然女人 就是沈凤潮的母亲 原来早在西凉之战 傅家就被下了毒 想来我母亲突然故去 也是因为毒发 现如今 我和父亲不知道 还能活多久 而解毒之法 只有沈凤潮一个人知道 我谢过陶大哥款贷 启程返回洛城 思来想去 终于捞到了 有关沈凤潮的记忆 原来在匪寨柴房里 我们就见过了 被关的那批人 杀的杀 放的放 杀沈母 放沈凤潮 因为我说 见到过沈母和贼手在一起 唐叶说沈凤潮被关在柴房 当时我还奇怪 那小少年 为何一直盯着我不放 原来是将我认作了 杀母仇人 沈母够狠 这毒若是代代相传 那我父家灭门 是早晚的事 他该死 只是这解毒之法 该怎么获得呢 来应的肯定不行 沈凤潮知道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会要他的命 因为他死了 我们也不能活 而只要他不说 就能耗死我们 他求娶我 想来不过是想吃 将军府的绝户 给不给我们解毒 最后丝毫不会影响他 那要是 他的孩子 也中了桑叶毒呢 我只能赌这个办法 赌他虎毒不食子 回府里第一件事 我便去跟父亲说 要跟沈凤潮成婚 父亲欣慰不已 立刻操办起来 两边府上都欢天喜地 红得眨眼 我几天不敢见唐叶 他却来拉我的手 你瞧 多红火 就当这是咱们的婚礼 我也从没怪过你 夜深人静 我把所有事情 尽数告知唐叶 第二天 唐叶给我找来一块红绸 叫我绣花 送给沈凤潮 一是表达我的爱慕 让他知道 我真的不记得他 二是利用他的多疑 我既然能准确绣出 这朵花样 或许沈母真的 还活在我手中呢 也能对我多几分忌惮 我捏着绣花针 好几天才绣出 这朵病逼脸 收尾实在不会 让竹云待绣 总管妈妈徐怡 早就跟我说过 竹云这丫头不对劲 好像在跟沈凤潮的 小丝通信 正和我意 刚好缺个通风报信的 成婚当日 沈凤潮说 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权当这一双人 是我和唐叶 一见到他 我恨不得无感进尸 但我别无他法 我和唐叶寻遍了神符 也没搜出蛛丝马迹 很快我就怀孕了 唐叶常以我孕期不是为由 将他阻隔门外 女儿沈渝满月酒抓粥 满手的桑叶全抓黑了 沈凤潮神色明显不对劲 他只知道 当初我和父母被下了毒 不知道此毒会代代相传 之后 他试图疏远女儿 但小鱼儿伸着小手 对他喊父亲 世间没有一个男人能拒绝 没想到 沈凤潮在我这吃不饱 进去找了唐叶 让他当通房 我得知后大怒 摔了所有能摔的东西 沈凤潮这才作罢 小鱼儿安稳长大 我知道沈凤潮 也着急给鱼儿解毒 迟迟不动手 一是因为我和我父亲还活着 二是他还没有进军中原的能力 那我便帮他一把 这些年 大家都没闲着 陶大哥和徐妈妈 每天晚上挖地道 几乎将神府地下挖通了 不管我死在哪都能立刻顿走 竹云早就爱慕沈凤潮 悄悄跟沈凤潮 说了不少 我和唐叶的风言风语 我跟父亲也早已商量好 他那边也准备着 只缺一个契机 晚间 烛火通明 徐妈妈悄悄递了个暗号 我跟唐叶对视一眼 一物尽数吞去 竹云已经摸透了我和唐叶的习惯 踩着点去给沈凤潮报了信 这场大戏终于拉开帷幕 沈凤潮气势汹汹 把我们抓个正着 他坐在那喘着粗气不说话 表情扭曲 不知道脑子里在做什么天人交战 许久 吐出修妻两个字来 沈凤潮果然对唐叶有些不舍 我演技精湛 抱着腿求完这个骂那个 最后 唐叶摇头说 夫人 定地难双生啊 我目瞪口呆不可置信 在屋里发了一阵风就跑出去跳入井中 只是没想到我的小鱼儿也在 不知道这一幕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打击 也只能日后再尽力弥补了 父亲的假死也提上日程 下葬后柔然那边立刻来人找沈凤潮 傅家死绝 大仇得报 捷报连连 每人在侧 只差一个拿下中原 衣紧还乡 沈凤潮在唐叶的枕边风下 很快有了动作 但谁都没想到 解毒之物 竟只是书房窗前那盆花的叶子泡水 效果立竿见影 喝完再去摸桑叶 果然毫无动静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顺利多了 傅家军将沈府围了个水泄不通 连一只外族的蚊子都没飞出去 沈凤潮的春秋大梦终于醒了 你们使出如此肮脏卑鄙的手段 将我利用到榨干 竟还敢自称匠门 沈某佩服 我听得直笑 两军交战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下毒 片架等着吃绝户 睡完一个睡另一个 连自己女儿的命都要算到自身万全才给 勾结外敌又搞得如此兴师动众 又蠢又脏 我顺手抽出身旁兵足的佩刀 则只看一眼就知道是把盾刀 用沈凤潮摩摩刀刃吧 番外二 沈渝 我好些天没理母亲了 她居然骗我骗得这么惨 唐叶来劝我 我在门口贴了个告示 生人物尽 熟人更是滚开 她熟视无睹 把门敲得邦邦响 起来了 小鱼儿 傅将军找你 她说的傅将军是我母亲 自父亲勾结外祖被杀后 母亲就接过了外祖父的长枪 早就该驰骋沙场 快以恩仇的女将 白白将钱半生浪费在了深宅大院里 快出来 不然我闯进去了 唐叶还是那个行事风格 我无奈开门 她笑着拉我往后院走去 到底什么事 你到了就知道了 后院里空地一片 四人立于其中 母亲道 这片一定要种海棠 徐妈妈道 这个我同意 陶大哥道 这片种樱花 我媳妇之前最喜欢吃樱花米糕 外祖父道 昭瑜啊 不如把就院的桑树移过来吧 那是你母亲亲手种的 母亲回头望见我们 冲这边招手 唐叶 你想种什么 我想着就在这设一弯池塘 种莲花 母亲听了连连点头 这样夏天还可以吃冰糖藕 外祖父数落他做什么都忘不了吃 陶大哥反驳 说能吃是福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排着这方小院 小鱼儿 你想种什么 我想 种一片竹子 母亲点点头 唐叶想了想说 这小院种这么多种类 能活吗 母亲悄悄牵起她的手 不管了 先种了再说 直到现在 我还记得竹云最后关头不顾一切 向我冲过来 她虽骗我 也背叛我 但也真心实意地想救过我 从小的陪伴 生活的细致末节 这些都是很难抚平抹掉的 阳光洒在还寸草卫生的院子里 周身包裹着填了满院的温柔思绪